聽男生尿尿的聲音 可以分辨出這個人 他的性能力怎麼樣 如果你想要背顏色 你很喜歡背顏色 那你就要調這個尿尿能力很強的人 很想射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憋住嗎 男生你去抓那個感覺 當你想要射 有一點感覺的時候呢 你就用你的手進行這樣子 上下上下的方式去搓 可以去刺激到你整個眼睛 但是它可以慢慢的去調整那個快感 控制那個感覺 讓他不要馬上的射出來 想聊就聊百無禁忌 歡迎收看性治療研究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宜居老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座座醫師 欸座座醫師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 我有聽到男生之間有一個都市傳說 是 他們說就是聽男生尿尿的聲音 可以分辨出這個人他的性能力怎麼樣 真的是有這回事嗎 尿尿大聲表示就是水柱很強 你是說水柱的大小聲 我剛剛以為你是說尿的時候男生說 呃 呃 呃 這種 那是沒尿乾淨嗎 那個是沒尿 喔OK 水柱大聲這不準啦 這沒有道理啦 尿尿呢 跟性能力這個應該是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東西有一點點關係 尿尿它 它是用這個就是我們要肌肉要收縮嘛 就是要擠嘛 膀胱要擠然後要把這個尿噴出去 嗯嗯嗯 那我們知道男生的射筋也是從同一個地方出去 骨盆底肌那邊 然後也是也是骨盆底肌收縮然後把它擠出去 嗯 所以坦白講 你尿尿這個強度的大小大概就跟你射筋可以射多遠 可能有一點關係 太酷了 對 所以我有時候就開玩笑說 如果你想要被顏色 你很喜歡被顏色 那你就要調這個尿尿能力很強的人 我個人身為女生是沒有很喜歡 因為有時候色太多 你知道色太遠很容易射到頭髮 其實很難整理 其實我有聽到一個說法 是我阿嬤從小就會偷偷的暗示 我說找男人啊 一定要找那種尿尿沒有潑的 沒有潑的 不可以有泡沫 他說就是男人如果尿尿無潑的話不好 有 因為那個是中醫的說法 但也不是現代中醫 是有一些比較傳統的 然後他可能會說 五po可能是腎臟 腎虛啊 什麼的 但其實 西醫的觀點來講 這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會有po啊 那有po沒po 其實跟你水喝的多喝的少 你的飲食習慣 甚至於睡眠狀態有點關係 反而是 跟這個性功能是完全沒關係 當然啦 如果長期處在睡眠狀況不佳 水喝的少 你整個身體不好 肯定性功能不好 但是這個牽的我覺得有一點點遠了 嗯 對 間接關係不是直接關係 那如果像是尿尿尿不乾淨 就很多男生不是會 後面第一個一點點 那個會有關係嗎 可以算有關係 也可以算沒有關係 蛤 可以等一下 可以講一下女生聽得懂的嗎 好那意思就是說呢 從兩個角度 這有點 要有點邏輯 要有點強 好就是說 勃起功能障礙 就是有性功能障礙的男生呢 在統計學上 在我們醫療統計學上 大概有70%左右呢 會有攝護腺的問題 嗯 OK 那攝護腺的問題的表現 其中一項 就是尿不乾淨 OK 好 啊所以呢 你說有沒有關聯 好像有一點 真的有關聯 而且非常高比例 對 那反過來講呢 如果攝護腺有問題的男生呢 嗯 他大概有60%以上 他會有性功能障礙 哦 間接關係 對 而且再加上一個邏輯 他會更好 那但是 就是攝護腺的發生率 嗯 跟年紀有成正比 嗯 好我們在有一個簡單的說法說 哎 50歲有50%的人 有攝護腺問題 60歲有60% 70歲有70% 70% 也就是說呢 你年齡越大呢 你攝護腺發生的 問題的機率就越高 嗯 那你現在攝護腺有問題 那當然你合併你的國旗 就會 可能有一點問題 你是一幾歲啊 你是一幾歲啊 我好奇問一下 有了 有 有40嗎 哈哈哈 我即將要邁入50 哈哈哈 那大概有50%的人 可能會有問題 要小心 哈哈哈 其實我很想加問一下 因為像有一些男生 做完愛之後 他們會急著 一直想要去尿尿 這是攝護腺出問題嗎 哎 這不是 因為就是我剛剛提到嘛 其實你攝筋跟尿尿 然後就是這個 骨分底的肌肉的收縮 所以他性行為 而且他完結束之後 他這個收縮可能還 還處在一個 就是正在一個 半興奮期要衰退的狀態 所以他會有一點叫 尿癮感 嗯 但其實呢 男性的結構 他是可以做到 就是說 你在 射精的時候 他可以控制你的膀胱 不會尿出來 好羨慕喔 女生就沒有辦法 對 女生有可能沒辦法 對 女生好難啊 女生想噴就噴了耶 哈哈哈 好 我現在要接回來這邊 就是 射精完以後 他會有一點 很頻尿的感覺 這個是正常的 但是 假設你是發炎 比如說男生有尿道炎 或是有膀胱炎 那你當然 你 你不管是做愛前 或做愛後 你的頻尿的狀況 就會更嚴重 所以 因為以前女生可能會 會有這種想法說 欸 我們如果做愛完之後 男生一直很頻繁的去尿 代表這個男生可能 腎臟 就是沒有那麼給力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也沒有直接關係對不對 沒有沒有直接關係 哦 好 女生就非常可以放心哦 好啦 最後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好奇 怎麼樣去讓自己的射精時間 可以延長 就是沒有那麼快的就卸出來 所以我今天想要順便分享給醫師 就是 長早卸的煉鳥術 登登 好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有學過一些性治療 相關的知識 今天呢 就是這一支 是男生的老二 我們實際上做一個最簡單的教學 這個東西叫做 專木取火室 也叫做洗手室 好這是男生的老二嘛 就一樣是龜頭 男生的 手 就是我們正常在洗手的時候是怎麼做 就是 衣服 對 醫生你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們還要這樣子 我們 正標準的醫院洗手了好多 哦 對對對 正常我們洗手是這樣 就像專木取火的動作一樣 所以其實很簡單 當你把你自己的老二立起來 它是勃起的狀態的時候呢 男生不是很想射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憋住嗎 男生你去抓那個感覺 當你快要想要射 有一點感覺的時候呢 你就用你的手 下面一樣嘛 是包皮 醫師不好意思 可能需要麻煩你幫我立著 我幫你立著 立著下面 立著 立著下面 對對對 男生你就運用你的雙手 像是洗手的感覺 下面我們包皮是進行推拉的嘛 正常打手槍是這樣打對不對 我們呢運用雙手把 包皮 童部 這樣子用搓的方式 拉到上面超過那個 冠狀狗草到龜頭整個 然後進行這樣子 上下 上下的方式去搓 那這個方式是怎麼樣耶 它一樣可以去刺激到你整個 眼睛 但是它可以慢慢的去調整那個快感 因為大部分男生是因為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那個突然來的快感 所以才會射精嘛 所以這個方式你慢慢練習 我目前大概聽到觀眾的回饋 大概一個月之後 就會有明顯的改善 就是你要去控制那個感覺 讓它不要馬上的射出來 然後大概這樣子練習一個月 就會有蠻明顯的改善 但它其實就是傳說中的控射啦 OK 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對 沒有我只是想說 哎我近距離的觀察 我等一下回家就可以試一下 哈哈哈哈 大家試試看 如果真的覺得有明顯感傷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醫師你又感覺也可以 私下賴我跟我說 他說 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並且在底下留言 分享出去 興致聊研究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5 4 3 走 再來再來再來 你屬於你 老師能入這個角色 謝謝 好 謝謝 有 我有感覺到 你幫他注入靈魂